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3月的12月 又是姜濤的成績 這次選擇了哪一個成績 真的有留意我的頻道 為什麼要選擇 因為真的太多 有關姜濤的數據真的太多 老實說 如果每天都要報道一次姜濤數據 都還未夠可以報告 因為其實關於不同 因為已經是後馬落時代 關於姜濤的不同數據的報道 是非常之多 少至每天Youtube的點擊數目 大致整體的成績 究竟未來的取消點 都有很多這樣的分析報告 當然說一句 有真有假 有對有對 那真的 今天在早前6點出的新聞片 我都有說到 真的會是 真的有時候有點不同 但其實 如果高登仔管著 講姜濤的數據來說 我都希望它的數據 能夠給大家一個 盡量最update 最真切的成績表給大家看 不要等它真正的實力 掩蓋在傳統媒體 和其他YouTuber的手上 這次 我要講這個數據 有關MIRROR的姜濤 12指的IG的追蹤人數 這個數據就3月12日出 基本上 調整完成了 IG那個眼封 現在剩下3個人的IG數目 下跌 就是姜濤其中一個 我都真的拚頭 不過在我拚頭之外 我都找到少許 原因告訴大家 究竟姜濤的數據 為什麼會跌 除了姜濤的IG的追蹤人數 跌了之後 還有Anton 和Tiger的數據 也都跌了 我真的 最初我一看這個數字 即Summerer的報告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拚頭 其餘呢 原本跌了3、4個星期的成員 都已經開始沒有跌了 都上升了 反而呢 今期呢 姜濤 Anton Tiger 3個IG的數據 是下跌 雖然呢 講那個下跌而已 但是告訴大家 姜濤的下跌 是最深的 達到0.095% 那王智德呢 他就下跌0.06% Tiger就下跌了0.02% 那當中呢 升幅最高呢 就是雷著安 那我們仔細看回 姜濤的IG報告 那 有點啟發性 那呢 姜濤的IG報告呢 就基本上這樣說 他呢 近來呢 就上升了0.1% 在Post上 那因為眾所周知 他真的出來工作 以及面對群眾 開始宣傳他的自己的一些廣告 代言人 那呢 他的721個 上升了0.1% 那呢 平均呢 有6.3%的用家是活躍的 即是說 每100個人 Follow了姜濤的IG呢 有6.3% 6.6個人 的活躍程度呢 是很高的 高就是說 基本上每一天都會放進去 那如果 說這批人呢 一定是忠實的姜濤 那 如果說姜濤拉雲花 出Post的頻率呢 他是0.8% 一個星期 即是現在拉雲 即是一個星期 出不夠1個Post 0.8個Post 那呢 他如果說一個月 就出3.6個Post 即是一個月來講 就出3個Post 當是4個Post 那樣 其實那個 如果在IG來說 是偏向少少些 那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在說 在香港 究竟他的Post 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 哪幾個高峰呢 最主要是 星期四 五 六 三日 那星期四 最主要集中在 晚上 的時間 其實中午都有 反而星期五 得意 星期五 高峰時期 就是 早上 那他都是 晚上7點 和9點 星期六 就7點了 咦 基本上 星期日不是一個高峰 星期日 星期日 為什麼不是高峰呢 就是 就明白了 證明了 其實姜濤 出Post 最主要是集中在 星期四五六 晚上的時間 那樣 那 那 高峰期 都是這樣 那 如果出Post 最多人去點擊收下呢 通常在晚上的八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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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那 那 或者是對於姜濤卡在麥當勞傳出來也好 這些都是非常多人去追捧和收藏的 所以Iloving在他的IG裡面是最高追索的Keyword 其次追索得最多就是MIRROR 基本上在IG裡面 很多人通過MIRROR這個字尋找姜濤 都不奇怪的 姜濤作為MIRROR的一個成形 很多時候大家看IG都是去看MIRROR 看MIRROR就一定看姜濤 不用說 接著第三個就是BABYMIRROR BABYMIRROR也是很高 反而有一個新的字眼就出現了 就是FWD的Insurance 即是這個Hashtag就是基本上 因為他上一段時間幫FWD這個保險公司宣傳 所以基本上你在IG很多人都打FWD Insurance這個字眼去搜尋姜濤 至於其餘六個比較普遍的 上次Report都見譬如Susado Life with Beauty FWD FWD FWD和FWD Insurance是兩件事 還有Let's Share Madonna Hong Kong Share Bay Living 等等都是在IG裡面 Search得姜濤最多點擊率的幾個Keyword 另外就說 如果是在所有的IG報告裡面 姜濤總共有二、四、六、八、十 十個字眼就是會聯繫到姜濤的Post 那就是Susado Madonna Hong Kong MIRROR Instagram Solution Future 墨渣雞 準備好跟我Share Share墨渣雞 等等 這幾個最主要 當其他的Post裡面有這些字眼 通常都會找到姜濤的 那到現時來說 最高點擊率的Post就是姜濤有一張照 就是在彈鋼琴的Post 另外一張就是賣Susado的廣告 第三位就是賣麥當勞 那時候他第一次做麥當勞 做收銀員的Post 第五張照片高就是聖誕節的一個 仿似是落雪的Post 即側面 大家都比我更清楚 然後第五個Post最高就是 MIRROR 就是MIRROR 拿這個YOUTUBE 2022年年度大獎 我的照片 這樣 新上榜的IGPost就是 就是 意想前的多謝你封業不改 等我 我再悶我再低探花園等你 這個就是新的 其餘最主要都是麥當勞 這個就是姜濤IG的成績 跟那個特點 另外 另外 雖然姜濤 點擊的Follow人數 不是第一位 但是如果說 點擊率 即每出一個Post 所得到的回應 和點擊率比較高 即12字之中 它是最高的 即是說裡面反映到 然後呢 活躍人數 在這點擊姜濤的每一個Post 人數和那個 即是怎樣說呢 那個人數和那個活動 是最高是姜濤的 12字之中 那所以 即是要說回 那其實現在 姜濤的IGFollow人數呢 是1807,370個 最高呢 都是Anson O 那其實自從 踏入2023年之後 姜濤呢 一直都是第二位 而他的 過百萬的Follow人 這個數字呢 都 維持了一段時間 那 他都是徘徊在 一百零一萬 至一百萬之間 這個數字呢 有時候就 六七千啊 這樣 不知為什麼 當他升高一點點 又會跌 跌回 又會升 即是他的 他的IG是 一直保持這個水平 這樣 那之前 我也不是很廢解 但是 我找了一些原因 以及找了一些數據 看 原來發覺 他的 數字 減得這麼高的原因 反而是他出來 他回來 唱歌之後 不不不 應該是這樣 他回來 面對大眾媒體 多了訪問之後 會跌的 那這些跌呢 有好可能 都是IG公司 清一些 魚血帳戶 又或者是他的 IG帳戶 裡面有一小量的分身 所以就清了大約千多個 這樣 那 Anson Lo呢 就升了0.0% 呂張安就升了1.1% 陳卓言就升了0.24% AK是0.03% Jer是0.03% Lockman是0.006% 那是勝幅最低的那個 Standy是0.03% Frankie是0.014% Jeremy是0.16% 那 王子跟Tiger跌 那 這個呢 是一個 真的好可愛的情況 剛剛都說 可能都是一些 清魚血行動 不過 我自己看 就 不擔心的 因為其實 之前 都有些姜濤問我 喂 其實IG 是不是真的會 跌破100萬呢 那姜濤的IG 跌破100萬 沒可能過 我想 相信機會就不大 反而我們要留一件事 就是 姜濤的IG 究竟什麼時候調整完 大哥 我之前 發了一個E-mail 去IG 問一問 你們是不是在調整 調整多久 想調整有多深 那始終呢 他都沒有回覆我 那他可能 當高端仔是個傻佬 無緣無故 怎麽 發姜濤的IG 究竟 究竟 那些調整是怎樣 你跟他跪親 那樣 可能他都很廢 他虧了 或者可能 我的E-mail已經被人 當是垃圾郵件 永無 就是永無 這個出頭之日 那 那 那就是這樣 那真的沒辦法 我們唯有 就慢慢看他調整 看他調整到什麼時候 究竟IG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 我自己樂觀的 講真一句 是不是 IG 姜濤 收入 一向都是強勁 雖然在 2022年的全年 排第六 但是如果說全香港來說 他都不差 所以 我常常都建議 姜濤好好 管理自己的IG 可能 有時候未必關他事 可能 關MakerView事 我建議 MakerView好好管理 Youtube 姜濤的IG 帳戶 否則 我 站在你們商業的角度 站在你們商業的角度 那就賺少很多 或者是 別人下廣告 我相信 好像網友所說 你們都是一個package 銷出去 或者是 姜濤幫你買廣告 就順便 在他的IG Facebook 等等的社交媒體 作出相應的宣傳廣告 譬如 雪水道 FWD 都是這樣 異想像這樣 我想這是一個package 但是 老實說 如果他的IG 都在持續 不太有一個 想到他又跌 跌完又上 即是一個 膠著狀態 其實對於姜濤的IG發展 都不是一件好事 即是你想找他做代言 或者你是一些老闆的話 看到他的IG 好像牛熊屎 甚麼叫牛熊屎 即是不上不落 沒甚麼變動 其實呢 某程度上都會影響觀感 所以呢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要等IG 是多一點調整完 我其實以姜濤 今天這樣的人氣 這麼多 受眾 這麼多支持者 去慢慢上去 其實是很正常不過 還有一定是一個大勢所趨 特別是他剛出回來的時候 會不會是有人 特地買假假假去 陷入他呢 這件事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IG 會做一個 合理公平的對待 和調查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就慢慢 慢慢再看究竟 發生了甚麼事 還有我想 姜濤的IG 不會跌破100萬 他應該都會穩步上升 只不過這段時間 可能姜濤又出來做事 或者又開始多了 互動 可能IG 特別留意多一點點 特別留意 當中一些假帳 或者一些廢了的帳 IG又順手清賣 都不出奇 這樣 情況大概是這樣 姜濤的IG 如果是說這個報告 大約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我簡短一點 講講姜濤的IG 情況給大家聽 2023年3月12日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頻道 繼續支持姜濤 我們明天同樣時間 再見 最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